三国演义 第九回千里走丹记 靖安五年曹操做了丞相 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国舅董成自从看了皇帝写在一代上的诏书 又苦无对策除掉曹操 心里愤慨忧虑便病倒了 现帝让太医急平来给他治病 急平看了皇帝密诏 决心要除掉曹操 两人便合意设下了计谋 不料隔墙有耳 董成的家奴秦庆彤 因与董成的小老婆有暧昧关系 被董成仗打四十 因此怀恨在心 他听见了此事 便向曹操告发了董成急平 曹操假装有病 请急平医治 急平亲自监要送上 曹操却让急平先尝 急平之事情已败露 硬要将毒药灌入曹操口中 曹操用手一推 药碗摔在地上 药水中的毒使砖头都裂开了 曹操抓了急平 逼急平招出同伙 急平不从 只是一个劲的叫骂 曹操命人将急平的手指砍掉 舌头割下 急平一头撞在尸街上 自杀了 曹操将董成 王子福 吴子兰 种籍四人 全部处死 又杀了董成 已怀孕五个月的女儿 董贵妃 连皇帝 皇后求情 也无济于事 曹操知道 刘备也参与了董成 他们的阴谋 便领二十万大军 奔五路杀向徐州 要捉刘备 刘备派 谋士孙前向袁绍求救 袁绍因小儿子生病 命在旦夕 不愿出兵 只答应刘备 不如一时 可投奔他 曹操兵马 攻到城下 刘备无计可施 听了张飞的话 连夜去曹营接寨 谁知却中了曹操埋伏 刘备张飞各自走散了 刘备一人骑马 投奔了袁绍 张飞则逃到 盲荡山站住 袁绍听说 刘备来投靠 带领部下出城三十里迎接 曹操攻下了徐州 又来攻下陪 关羽保护着刘备 妻子等家小 被曹操军马 包围在一座山头上 张辽上山 劝关羽投降曹操 关羽思考再三 答应降曹 但有三个条件 一 指降汉朝 不降曹操 二 用刘备的俸禄 养他的二位嫂子 三 一旦知道刘备的下落 便要去寻找他 张辽将关羽的条件 告诉了曹操 曹操最后终于答应了 关羽保护着刘备的两位夫人 随曹操往许都 途中曹操故意 让关羽与二位嫂子同住一室 关羽一手拿着烛火 一手拿刀 通宵站于户外 曹操非常敬佩 曹操对关羽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又送美女和金银财宝无数 关羽让美女服侍嫂嫂 财物则叫嫂嫂暂时收藏 曹操又将吕布的赤兔马送给了关羽 关羽再三败谢 曹操感到奇怪 问他为什么以前得到东西从不感激 而今天却再三败谢 关羽说 有了这千里马 他便可早一天找到他的大哥刘备 曹操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后悔 袁绍起兵攻打曹操 曹操领五万兵马迎战 袁军先锋炎梁永不可挡 连斩曹操送献卫序 谋士成谕建议曹操改派关羽迎战炎梁 让袁绍仇恨关羽而杀了刘备 关羽感谢曹操的照顾 便杀了袁绍的大将炎梁 第二天又斩了袁绍的另一大将文丑 曹操大胜 袁绍知道是刘备的二弟杀了炎梁文丑 便叫人绑了刘备 刘备说 曹操故意先让关羽杀两将以激怒你 再借你的手来杀我 我马上写信 让关羽到河北来投靠你 如何 袁绍听了非常高兴 便不杀刘备了 关羽见到刘备的书信 便向曹操告辞 曹操故意必不见面 关羽将曹操过去送他的财务美女 全部留下 将自己的汉寿亭侯大印挂在营中 留给曹操一封书信 顾着二位嫂嫂找刘备去了 曹操想到以前曾答应过关羽的条件 便赶去为关羽送行 关羽怕曹操有鬼 便在马上用刀尖将曹操赠给他的锦袍 挑过来劈上 曹操的部将认为关羽太过无礼 几次要杀关羽 但都被曹操制止了 关羽保护二位嫂嫂来到东岭关 守将孔秀说 没看见曹操的文书 阻拦关羽过关 便被关羽杀了 洛阳太守韩服又拦阻关羽 牙将孟坦向关羽挑战 被关羽砍为两段 韩服用案件射中关羽左臂 关羽用口拔掉剑 飞马斩了韩服 关羽到了寺水关 守将辩喜在镇国寺 埋伏刀斧手二百人 约定以摔杯子为暗号 要杀关羽 寺中主持普敬和尚 是关羽的同乡 将辩喜的阴谋告诉了关羽 关羽大怒便斩了辩喜 关羽到了行阳 行阳太守王植是韩服的亲戚 要杀关羽为韩服报仇 所以暗中准备要放火烧死关羽 王植手下的湖斑 将王植的阴谋告诉了关羽 关羽急忙上路 王植带兵追来被关羽杀了 关羽到了黄河口 首将秦齐不放关羽渡河 又被关羽杀了 过了黄河是袁绍的地盘 在那遇上了孙前 孙前告诉关羽 刘备已去了汝南 要关羽与二位夫人到汝南相见 关羽与孙前重新渡过黄河 向汝南出发 曹操部将夏侯敦领兵追到 与关羽展开厮杀 正在此时张辽赶到传达曹操命令 才让关羽一行人马走了 关羽继续前行 中途收得一员猛将周苍 走到古城时 战了城的张飞 认为关羽投降了曹操 不肯相认 举枪辩刺关羽 这时 曹操部将蔡阳杀来 要为外甥秦齐报仇 张飞要关羽在三通谷后 斩了蔡阳 才肯相认 关羽在一通谷未尽前 便斩了蔡阳 张飞这才明白了 关羽的一路辛苦 便放声大哭 跪在关羽面前谢罪 谁知 刘备这时又跑到 河北元绍那儿去了 关羽与孙前 又赶到河北关家庄 才见到了刘备 兄弟相见抱头痛苦 关羽收关羽为义子 刘备怕袁绍追赶 与关羽直奔张飞助手的古城 路上经过卧牛山时 遇到了赵云 便一同前往古城 刘备与两个弟弟重新团聚 又心得赵云 关羽 周苍三人 于是大家杀牛 宰羊 庆贺团圆 但刘备考虑古城太小 便率领人马 驻扎汝南 招兵买马 令某大事 刘备 感谢观看